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市政会议中提到 市府将加码补助农作保险 而在会议结束之后 他就亲自前往岐山 向农民说明方案 陈其迈也特别提到 市长将会当最佳代言人 持续推广在地农产品 让农民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早上 在市政会议当中提到 市府将加码两成补助农作物保险 会议结束之后 就马步停蹄地前往岐山区 亲自向交农说明方案 希望能够有效协助 并照顾所有农民 这一段时间在我们大企美地区 在走的时候 很多农民朋友 不管是正在外 或是正在金城的地方 大家刚才我都在说 说这个农业保险的部分 人其他的农市 都有多少地方都会做一些补助 刚才跟我们高雄市部 高雄市部 当然农民的负担比较少 中央出50% 中央出50% 现在 由10月退役开始 农民本来要出50%的部分 你出30%就好 中央政府 我们高雄市部 还给你倒出20% 要拜托大家 就说 我们统会我们这些市团 可以跟我们的农民来拽招 另外针对近日交价低迷 市府相关局处也通力合作 鼓励各单位优先采用高雄香蕉 并踊跃团购 而这次市长陈其迈 亲自到岐山关心交农 并表示市长会做好最佳的代言人 未来将会持续推广在地农产品 与农民站在一起 帮助交农渡过难关 记者金献中 潘文玉 高雄报道